現在呢先請台灣大哥大基金會的張善政章董事長上台講評並且頒發全國祭軍 先講評再宣布 那其實他們都不會聽講評了 我們是被交代說要講優點也要講缺點 我想在座的同學這個優點就是很有創意 大家非常的熱忱 像剛才東森講說眼睛不時都流露了光芒 這個是年輕人的優點 年輕真好 所以又有創意又有熱忱 這個做什麼事情成功一半了 那要講一點缺點是不是 但是缺點就是說當我們委員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有些很多回答都讓委員覺得說 哎呀你對我不太了解 所以你講的問題不是問題 其實是你不了解 其實有的時候是問到你的弱點 那弱點很可能如果將來拿這個東西去開一個公司 這說不定就是公司不會成功的原因 可是你們因為在裡面沉浸在這個主題太久了 可是你們因為在裡面沉浸在這個主題太久了 我覺得自己就是太了解 一定會成功 人家問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都只是不了解而已 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 我剛剛講的 說開公司如果要失敗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會失敗 所以當人家問問題的時候 說不定有的問題的確是不了解 但是有的問題說不定就是你的致命傷 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回頭來講 就是說當人家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要有一半的危機感說 哎呦這說不定就是我的致命傷 所以這個 人家回憶一下 剛才被問的問題 有哪些是你的致命傷 說不定就是那個 但是呢希望那些都不是真的致命傷 可是還是要注意去 反省一下 希望 每一隊都可以成功 好謝謝 好那待會兒倡道明的隊伍的話呢 就請往前跨一步 好季軍 第三名 你也慢一點 季軍 這樣是不是可以嗎 三隊嘛 好 氣拿香蕉 西遊記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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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隊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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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小心小心小心 我們要收回來 不好意思 對 對 OK 那個獎座也是 好 好 那董香我們第二個是西遊記 來 好,我們第三個是24.5 謝謝 還有一對 對 再 OK 小心 好 好 好 我們三隊的 好,那我們請季軍的隊伍以及張董事長先回座,謝謝 好,接下來另外兩隊請站到舞台中間 好,現在在台上的是東森的這個 以及統一的出生之毒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歡迎澳美大中華區的副董事長 即台灣WPP集團董事長莊淑芬女士來上台講評並且頒發全國的亞軍 謝謝 我是第一次參加,而且呢,我是代打 所以呢,我沒有像那個張院長那麼有經驗說我需要,我帶著小超 表示我非常認真的做評審 所以我們是先講評是吧 先講評 我今天被稱讚說我非常慈祥樂母 跟我當年不太一樣 年紀大的就會變得比較慈祥一點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先講好的 就是大家那個common good的部分,好的部分 就是其實大家都做足了功課 就是都有數據,不管這個數據可不可信 但是數據都有 回答其實邏輯上也都算清新 然後也漫若可遜 雖然大家在回答問題 我說你們EQ滿高的,都沒有翻臉 我們以前在那個內部做培訓的時候 那個老師評審問問題的時候 有些組員,尤其創意人員就翻臉了 就生氣了 所以大家EQ很高,很好 另外一個就是Presentation Scale都很好 很沉穩、自信 而且呢還有人會利用那個現場的評審 不斷的稍微吃一下評審的豆腐 但是那個評審都不動聲色 所以我覺得運用臨場感是不錯的 因為就是說我自己覺得這一點 就是說可能大家再徹底了解品牌 這方面是不夠的 所以剛剛張董也講了 就是說其實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再回答 可是好像呈現你不了解 比方說一個最簡單的 粉磚有多少人數對不對 好像講不出來 那這個就是要在 我們內行人講的叫Brain Audit 所以你要品牌的檢驗就是In side out, all side in 都要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大家當然非常熱情投入 我沒有辦法想像從幾月啊 三月到現在對吧 所以一直都很熱情 你們都一直 我覺得 我同意剛剛誰說的 台灣有希望 本來很擔心的 今天看了這個 我覺得我今天帶打還有一點意義喔 那我覺得後面呢 我就是想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說 其實整個企業或者品牌全球的趨勢 都是企業跟品牌要更有意義 就是你做什麼事情 對消費者的好處是什麼 這個好處不一定只是公用上的好處 而是說它要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國家 對世界都是有貢獻的 所以雖然說大學生那個 要吃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也覺得蠻可愛的 然後我剛剛就怪那個 叫那個 叫那個 叫什麼 Ruvian 就說 你們其實是叫學生在開發產品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 但是我覺得他們很可愛 我只給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你們被抓的都是在 為什麼是星座 為什麼 其實也可以加一點個人化 比方說 用心情 今天是職場 他可能今天要慶祝 今天被灌老闆罵 對不對 心情不好等等 那你可以加多加一些factor 讓這個選題上面也比較有趣 這是一個舉例 所以我覺得品牌要有意義 就是說不是只是為了銷售 雖然今天問了很多銷售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除了銷售 You do something good 然後通常你的品牌 就因為你 doing good 然後它的整個就會 就非常好 那澳門有很多這樣全球的品牌 都是這樣做的 不是只有銷售 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IBM是季軍是吧 對不對 是不是 OK 其實我在看IBM的例子的時候 我學了好多東西 就是農業 台灣的農業 他們同學們非常認真 那我看到後來就是覺得 頭重腳輕 為什麼呢 他們在行 其實B to B跟B to C 是都應該要好好的行銷推廣的 雖然你的行銷推廣可能是 你的目標是更窄 但是我就看不到 在那個提案我看不到 他就講了一個校園推廣 跟青農推廣對不對 還有就是這個東西呢 就有一點好像到後面 來不及了 要加上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可惜 所以B to B跟B to C 我覺得在台灣 B to B也應該被重視 因為台灣太多隱形冠軍了 那台灣的這些品牌 如果要走出去 你就是要做怎麼樣去建立這個品牌 那當然我在講建立品牌 不代表說你一定要做廣告 今天也有很多例子 都告訴我們其實社交媒體 或者這些APP科技 都可以幫很大的忙 另外一個就是說 競爭範疇 當然有些人有提到 普遍上比較沒有太多琢磨 所以事實上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推出去的時候 在市場上是有很多敵軍的 所以這個敵軍的反嗆 或者是敵軍的怎麼樣跟你 同時在這個市場去開拓 那這個我覺得小朋友們要 可能將來要注意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今天也看得出來 大家的O2O或線上跟線下 都是要契合的 甚至有人講說 Digital跟Analog又來了 就他們要同時接軌 然後讓這個不管是企業品牌 或是商品品牌 跟消費者是能夠在所有的touch point 都能想辦法去影響他們 去影響他們的決策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到底這個品牌 對社會有什麼幫助 那我們在講議題的時候 其實千禧世代 所以因為我們那個WPP集團 剛好在去年10月到今年4月 我們做了研究 然後針對了全球的千禧 其實千禧很多人研究了 但是沒有人針對台灣 就是零零散散的 所以我們就把台灣的這些千禧的 現有的資料跟全球的千禧 去做一個比對 比對之後呢 我們覺得我們有一些看法 但是需要驗證 所以我們在台灣又做了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做了online的study 做了新北台北台中跟高雄 然後不只是千禧世代 也包括非千禧 然後去驗證一些看法 所以呢其實千禧世代 是台灣的未來 但是很需要我們的幫助 那我想這裡面幾乎都是 大部分都是千禧世代 所以千禧世代其實可以幫 就是在議題上面千禧世代 是可以幫品牌做發聲的 所以這一部分呢 將來有興趣的人 可以找我們 找WPP集團 這是工商時間 謝謝各位 那我現在要宣傳對不對 要… sorry 要宣布對不對 要講慢一點嗎 對 要講慢一點嗎 不要這樣 我知道 我知道 要慢一點嗎 我現在要宣布亞軍 其實一講亞軍 就知道冠軍是誰了 對不對 我覺得不管是亞軍冠軍季軍都很好 甚至今天能夠參加到 到這個階段都是很好的 亞軍 inside out 好 好 好 我們請莊董事長以及亞軍的隊伍回座 謝謝 好 接下來雖然大家都已經知道 不過還是要正式宣布一次 在這個地方正式宣布 第十六屆ATCC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的總冠軍 是捧一集團的出生之毒 好 我們請ATCC主辦單位楊麗娟董事長 來頒發全國的冠軍 好 我們請冠軍歌舞先 劉布 好 那我們請冠軍歌舞先劉布 好 拿到冠軍想必有很多話想說嘛 來 逐一發表你們的感言 那我先講一下 就是呢 我們的夜路舞時期最後一個時期 就是相信每個人都可以苦盡甘來 然後我們真的苦盡甘來了 謝謝大家 感謝出生之毒的努力也感謝各位同學 不過我覺得有兩句話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出生之毒的身上我們統一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呈現的努力跟勇氣 就是在壓力下呈現的優雅 所以不管我們給他們多麼的壓力 他們都很能夠承受 然後很願意去突破跟改進 那第二個是我覺得他們真的做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的高貴與進步就是戰勝過去的自己 所以剛才我們有說他們每一次的提案都不斷的在進步 那當然也很感謝我們查理王的所有的同事 因為如同大家剛才所說的其實公司賦予我們的任務 是希望跟更多年輕的團體接觸 所以我們從第一次的副賽十九強開始 我們就奔配給所有的同事要有夜市指導 而且一次是兩個 一個是部門的同事 一個是曾經參加過ATCC的OB 然後接下來再進行更多的訓練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同學有這樣的心 那我們也為他們感到高興 謝謝 好 就是其實現在太開心了 什麼都講不出來 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就是謝謝統一夜市 還有謝謝支持我們的親朋好友 加油團們 然後還有謝謝出生之讀 謝謝 謝謝 還有同學或夜市要說嗎 好 剛剛謝謝了夜市 現在想要謝謝 真的就是出生之讀的這個團隊 老實說 就是這中間 這個比賽真的很像一場馬拉松 然後大家一起 就是 就是大家一起真的很努力 然後我們真的從來 沒有 就是說一定 我們一定要幹嘛 當然一定會說 我們要得冠軍 我們要得冠軍 可是每一次我們都是覺得我們進到最好的表現 然後 就是 隊長不要哭 沒有 反正就是我覺得很謝謝他們 願意付出這樣的心力 然後 我們 一起走到這邊真的很值得 謝謝大家 好 那非常恭喜冠軍的隊伍是統一的出生之讀 那我們請冠軍隊伍還有所有夜市跟長官回座 謝謝 好 那最後呢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所有的企業夥伴支持 才讓第16屆ATCC成功舉行 那也恭喜所有的決賽同學 在今天把這獎項全部報回家 那麼也祝福大家呢 在往後的人生道路上面都能夠大放一彩 也謝謝所有的來賓和所有的家長來到現場共襄盛舉 2018年6月24號星期天 那16屆的ATCC是圓滿正式落幕了 我們下次再見